原来先生初到羔羊就任之时 羔羊是如此名声凋敝 百姓连饭都吃不饱 撒军 你来自后世 应知 有史以来 没风战乱 灾荒 天下百姓 难免要忍饥饿呀 先生所言极实 中国世代以农耕为本 但是翻开千百年的历史 天下百姓 皆能丰衣足食的日子 实在不长 吃饱饭 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要国泰民安 二要勤力农耕 三讲求重养技艺 此些生逢乱世 天灾人祸 民不聊生 农艺失传 田地荒芜 农迈 一尽衰微 亟待有人 成前起后 兴灭济绝 为农耕之本 耕蓄血脉 造福天下亲民 Zither Harp 能够